这段时间,一年四季,都不一样的经验 今年春天因为打干,这段时间是冲夏丽丽来上级水位 海拔741公斤 九月经典是出现招牢,不过明天进一条河水期 连刷三个星期河水也和这水位是回合到海拔748公斤,总有的没水位 只关注九月经典的感染去 就像这段时间的水位变化,透过缩时摄影记录了 再来看看 这段时间,一年四季都不一样的风景,特别是浅瓦的景点 UK有应该来顺势一下,因为河水来临 现在这段时间已经是万水位 我们会喜欢来,常常来,一年最少来一两次 水位很低的时候,有没有来看过吗? 有啊,只会走到清湾那边 日月潭的正常水位呢,是748 那在今年四月份呢,因为干旱 还有春耕的关系呢,还有上游维修的关系 水位来到了741,是相当低 那幸好在五月份呢,有很多场的豪雨之后呢 目前的水位,像今天呢,已经来到了748 算是非常正常的水位 无论是落后、出入、欧阴 湊瓦的景点都有不一样的面貌 在关注有解释监视器 一方便方便返UK违法规定楼谈 一方便记录湊瓦的水位 有一些游客呢,会比较不守规矩 可能会跳下去跟九蛙合照 所以我们为了确保游客的安全呢 也在这个九蛙铁巷那边设置的监视器 利用太阳能跟4G行动网路 建一个野外型的监视器统 那并且有这个缩时 那我们也把这个缩时呢 提供给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所谓的变化情况 一关处提供4月、5月、6月分3月 没同时期的水位变化 为9吃、7吃、4吃 现在只看得到2吃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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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的这样的风景觉得怎么样 不错,不错 两种心情啦,之前真的是太干了 对,现在看到水库这样 就比较不会缺水了 除了看水旗 游客棠有很多火花五六 欢迎大家来提供 这个时候呢 来日月潭呢 是最舒服的时候 因为还不会太热 那除了传统的搭船游湖以外呢 我们也非常推荐在日月潭 玩这个SUP、独木舟 还有电动鸭子船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这个时候大宝很可以去出日 会保的欧衣也是落后 欢迎宝兜散包尽量送 是观光鱼油的最好选择 记者有欢迎宝兔插风报导